就直接看18頁 好了嗎? 好啦,反正這一課在上的其實fake news 它簡單來說,為什麼叫fake? 其實就是要想辦法讓你引誘你去犯罪 也不能講犯罪啦 反正就是想辦法讓你可以掉入他們的陷阱 所以來把in addition寫個等於besize 除此之外 或者是moreover 或者是你知道的任何的那種轉折語 都可以 那我覺得in addition是所有投資報酬率最高 為什麼?它兩個字 OK嗎?所以除此之外 they generally exaggerate 這個exaggerate 如果你不會寫上去就是誇大 他們通常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ly是誰?就是exaggerate 所以他們通常會去誇大一些some facts 一些事情 好了沒? 然後再來commit 這個字幫我寫一下 我寫在這裡 這個字通常它其實是被省略 所以請你幫我在它的下面找位置 幫我寫個be omitted 重複t加d 這就是被省略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誇大一些事實之外 他們會去省略一些others 那這個others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字 就是這個事實 所以一些重要的事實呢 他們會先誇大 誇大完之後呢 一些可能比較對你們不利的東西 就乾脆直接省略掉 and 好那第三個動作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exaggerate 第二個是omit 第三個你就要最後了嘛 所以你就要講and 連接最後一個動作 just make things up 把這個make out 挖起來 make up寫個捏造 他們甚至會捏造一些事實 譬如說你只要吃了喝了這個什麼防彈咖啡 一個禮拜瘦10公斤 然後他們有跟你說 他們有跟你講的就是什麼 裡面可能放的是洩藥 你一天可能要跑10次廁所 而且你會拉到可能直接脫水 所以呢這種事情他們會捏造這種事實 可是是真的10公斤沒有啦 倒真的沒有 好啦把essure寫的簡短來說 簡而言之 那寫個等於briefly speaking b-r-i-e-m-l-y 我就不寫了 b-r-i-e-m-l-y 我還是寫好了 b-r-i-e-m-l-y briefly speaking 就是簡單來說 那如果坦白說 就frankly speaking honestly speaking 都寫 那這個也可以放在你作文的開頭 當作一個轉折語的心 所以呢簡單說 clippet function function呢寫個造成什麼樣的功能 這裡不是名詞喔 這裡就是一個動詞 所以這種呢 用耳式的這種東西呢 會造成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呢 會讓你去 make people browse website 好吧 make 這個字畫 他這個叫11動詞 不過請你在他的下面寫兩個東西 因為有時候考試不見得一定是原型啦 你這樣子寫大部分人接原型 物接PP 不一定喔 因為東西是被動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接PP就好 那三個11動詞裡面呢 get是一定要加去 make let have上面呢 後面都一樣 人都接原型 所以你才會講let's go 你會直接加go 所以會讓你呢 呃不自覺的就會想去瀏覽他們的網站 in addition 我就不讓他唸了 因為沒時間了 所以in addition呢 可以等besides 剛剛寫的這一個 那你看你要寫哪一種 譬如說 more more over what more 這些都行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抄抄這個 on top of black 因為這個不常看到 所以如果你寫的東西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你基本分就比別人高 所以中文就是除此之外 addition才兩個字嘛 on top of black 四個字呢 而且還蠻好備的 好啦 所以那makeup 剛剛有講到就是捏造啦 或者是可以捏造一個故事 可以捏造一個藉口 好 再來這裡 剛剛講brickly speaking之外 這個to sum up 也ok 三個zone 好再來 那這裡剛剛講的brickly brick啦 in a word啦 in a nutshell 這些都是指簡而言之 反正大概就是放在最後一段的開頭 最後一段的開頭 如果真的想要做個結論 就可以放這些紅色的字 這個倒還蠻有用的 好啦 那make呢 行動之後面接緣起 再來 another come away is 好了嗎 來把another圈起來 那你要知道的是another這個之後 永遠不是最後一個 所以你幫我寫下一個 另一個呢 更普遍的方式呢 就是 prop 跟propaganda 這個字就是宣傳 可是這個宣傳 它有一點點誇大 那although this type is very believable 好來這句請你敲上去 因為這是這一刻的句細 although嘛 雖然儘管怎麼樣 所以幫我寫個等於 believeable as this type since 朝這句上去就好 所以儘管雖然呢 這種類型喔 看起來是非常believeable 可以讓人家相信的 it is meant to 好來把is meant to 寫個應該或是被期望 結果呢 deceived 那deceived這個字呢 那就是欺騙 好啦 所以另外一個呢 就是反正就是大量的宣傳嘛 只是這種宣傳的方式呢 讓你會覺得 嗯 還蠻可信的 可是其他的目的啦 很簡單 就是要騙 要讓你上勾 所以請你把藍色的這句話呢 我已經寫在下面了 我已經幫你打在這裡 等於believeable as this type things 我不讓他念了 好來再來 let's article spread through 來把spread through圈起來 spread這個字呢 幫我寫個散派 就是散播散佈 所以他們透過這種宣傳的方式呢 他們這些文章 就大量去散佈的這些 are usually political 那political呢 就是跟政治有關的 所以像我們可能 民政黨 民進黨 國民黨 我不知道 因為我對政治真的實在是有一點 沒辦法 沒有興趣啦 所以這些文章呢 透過這種宣傳的通常 都是政治的一些文章 but they can also cover other topics 把other這個字圈起來 記住喔 你有時候會看到他加s 什麼時候加s 就是後面沒有名詞的時候 所以other people 就是others 那這裡other topics 你也可以等於others 只是這個s代替的 就是你後面那個複數名詞 好來把suchers圈起來 這陣子到真的有人這樣講 不是有可能講說 現在打那個第三季啊 第四季啊 現在全世界的金氏世界幾乎他是打十一劑 在巴西還是哪 非非洲 就他打了十一劑喔 他以打打疫苗為樂 所以呢 其他的呢 就像那種疫苗這件事情有沒有 他可能也是 跟政治當然一定有關啦 跟經濟有關啊 因為其實說穿了 疫苗 如果你假設你有在玩股票的人 可能這陣子那種什麼高端啊 或是什麼什麼股啊 只要是跟疫苗有關 可能他們講到什麼什麼新聞有沒有 喔馬上就大漲了 所以像這種疫苗呢 依次 再往下 所以呢 這些東西呢 記得喔 這個基本上 spread這個字啊 前面少了兩個字 剛剛我沒有講 來幫我把這兩個字加上去 回去啊 那因為我們昨天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要留關帶冰凍CC流 要省關帶冰凍CC省 那它是被散播出去的 所以這個spread呢 並不是原型 它是PP 它是過去粉絲 通過這種宣傳呢 散播出去的 這種通常都是跟政治有關的 好再來in general 寫上去 等於generally speaking 好嗎 幫我寫個等於generally speaking 一般來說 propaganda is aimed at 好來把這個is aimed 這個字發一下 為什麼它會加以第一 那是被聚焦在什麼地方 所以這三個字呢 整個關號起來 就是針對 或者是對象是什麼 所以譬如說 I am aimed at 也就是你被針對的 簡單就是大家都注目裡頭在你身上 所以is aimed at 就是翻成針對 所以普遍來講 這種宣傳的目的 其實目標是什麼 brightening people 它是針對誰 就是這些 可能已經受到驚嚇的人 或者是呢 他們其實就是為了去嚇一下他們 因為你要害怕嘛 有時候人恐懼的時候的消費力才是高的 It tells them 它會告訴這些人呢 let 這個let的往後放 let呢這個可以省喔 因為它是一個獸格 就是一個名字字句 那因為它後面呢 來吧 doing something like getting a vaccine or electing blah blah 你會發現我括號了 主詞 就這麼長 這個整個括號起來是主詞 這是動詞 所以呢通常會告訴某人 告訴他們這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doing something 去做這件事 like getting a vaccine 譬如說你去打疫苗 or electing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或是你去選一個特定的政客 政治人物 這兩個東西 其中的一個 為produce a terrible outcome 把這個outcome呢 寫個等於result 就是如果你打錯疫苗了 或者是你選錯政治人物了 你會造成非常非常可怕的後果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啊 你們真的可以選的時候 像我說真的 我說穿了 我真的好幾百年沒有投過票 就是每年那個票呢 都因為我一直覺得 當然選對的是很好 可是我最怕就是我這一票呢 選出來的人 可能造成了不好的後果 所以我都選擇放棄 其實是因為 我很少去投票 因為我覺得我承擔不起啊 那可是我也不會去講說 誰誰誰做的不好 因為說真的 除非你做的比別人好 不然就請你閉嘴 真的 我倒真的覺得是 但是你再說那個誰誰誰怎樣的時候 我心裡就要想 難道你當作比較好嗎 如果沒有的話呢 閉嘴就好了 好了 所以會產生這種很可怕的後果 那你就害怕啊 那害怕怎麼辦 打疫苗 就像之前講心肌炎 那你要不要打 還是不要 可是不打呢 你就會可能會 會騎騎 哇那也很可怕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可能會去宣傳這些 讓你有點害怕 好那這個字 對不起我回來前面 這個 這個叫做dash dash的意思呢 就是破折號 那破折號是要做什麼用的 來在這邊 它比較不是一個正式的用法 它呢跟那個逗號啦 或者是分號很像 只是它是用來做什麼的事 通常要嘛就是補充說明 要嘛就是把你句子跟主要子 你稍微分開一下 讓你稍微有點頂頓 然後就哦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要強調什麼東西 好了 the busines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來 整個關號 那這裡幫我加兩個字 寫個whiches 對不起 whiches 在不同國家的這種 生意啊 貿易啊 have taken 寫個pp 那什麼叫have taken to 就是已經採取行動 那這個action不加so to 那這個tackle是什麼意思 就是應付或者是對付 所以在不同國家呢 有不同的生意啊 為什麼要打擊這種假消息 他們已經採取了一些行動 可以去應付這些假消息 就像我們的好了 我們有那個疾管家 所以如果聽說 假設打了疫苗會得自閉症 你就直接去疾管家 那個m點進去 然後就打這個訊息 他就會跟你講這是假的 所以他們呢會產生 會採取一些行動 讓你知道其實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 好了 所以要把take an action 基本上就是採取行動 那你可以用deal with 好來在這裡 你可以朝這個 take action 那major一定要加S才是方法 majors或者是steps 那step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來嘛 所以你不會只有一步 一定好多步 所以會10 steps ok了 好再來 我對不起再來 for example 舉例來說 several large media companies 一些大型的媒體公司 included 好來 那included這個地方 你們發現我這裡寫included 昨天還是前天的商科 我有講 就是這個字呢 在這裡它是一個界階 那所有的界階之后面呢 你不是加ng 就是接瓶詞 所以呢 這些公司包含了誰 也包含了BBC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就是華盛頓鼓報 established 所以這個公司 第一個 large social large media company 寫個主詞 established 寫個動詞 那中間的呢 只是我跟你補充說明一下 好他們呢 建立了 fact checking service 就是做了一些那種事實查核的服務 那這個服務是什麼東西 從let 括號到這裡 好吧 所以let的修飾就是這個services 不過這個服務是什麼樣的服務 help people 來把這個help 再往這個字畫 然後幫我寫個to上去 借我一分鐘齁 它會幫助他們去做這件事 什麼事 convert 去確認 那確認什麼東西 whether a new story is true 那這個whether呢 寫的是否 然後面呢 就接個主詞 接個動詞 就是要讓你知道呢 他們現在報道的這個消息 到底是否是真的 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不過有這種服務 就可以去真的 就可以去查了 好啦 incoding 記得喔 就等於incoding 要放在句尾 直接句點 好到這邊 保安保留 好了 好嗎 好嗎 不要